24分钟的节目要吸引观众 大马持继琴制作团队有压力 挑战的是第八次四地会议共识营 带电视台制作人李星元 要求团队制作一分钟的影片 当他开始去想的时候 就会有新的可能性 就会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完整的故事里面 抽取出一个亮点 让人家在那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 你用太多的时候就模糊了 它是一个故事 虽然一天一夜才完成作品 创意却被激发 直接学习到 我就是要抓这个终点 因为之前抓是有终点 可是天了 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 让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子指教 你看别人作品 自己也是一个学习 大家共同地去交流 把你的节目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在短短的时间内 一下子就很想看你的作品 走路人群 让他们找到生命的价值 从实作中找到技巧 大马持继琴制作团队一起切磋 提升说故事的力量 带新闻马来西亚 马六甲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众